大家好,我是Iran 大家好,我是Gin Gin,我先来考考你 你知道中国有哪些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吗? 前面几个同事已经提到了 他们说了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 所以我在为难一个韩国人说中国的法律吗? 是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势在必行 中国从二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注重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 从民事、刑事角度出台了多种法律 在刑法方面,有侵犯个人信息罪这一独立的罪名 2017年6月1日起实行的网络安全法于第四章 网络信息安全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保管和使用 进行了更全面的规范 2021年1月1日起实行的民法典在第四边 人格权的第六章《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保护》中 明确了自然人在隐私和个人信息上应当享有的权益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等多种法律 也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以及侵害个人信息的处罚做出了规定 除此之外,在2020年的7月和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发布了《数据安全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近期结束了两会,对新法的审议已提上日程 待新的法律发布后,我国将是为数不多的世界上对个人信息保护单独立法的国家 哎哟,太多了,我都运了 我还没说完呢 虽然2020年一场疫情的爆发,使全球的经济受到了影响 但是我国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轨道上却走得越来越稳健 以下是进入2020年以来 国家发布的除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 两部法律草案的征求意见稿 还有各部门的规范、国家标准、指导意见等文件 好了,现在你可以晕了 哎哟,姑娘 俊,再问你一个问题 有这么多的法律法规,反映出来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得特别快 是的,但是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来了 中国在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前面提到最多的是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问题 那么爱多美是如何维护网络安全的呢 又是如何保护会员的个人信息呢 下面就请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首选爱多美、爱国厂层每年都进行安全保护等级测评的 安全保护等级测评是指 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等技术标准 定期对信息系统安全等级状况快展的等级测评 2020年爱多美、爱国厂层的安全测评是三级 三级? 那三级又是根据什么进行的一个分级呢 是根据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管理进行的等级分类 一共分为五个等级的 三级是三级级三级以下都需要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监管部门的 对企业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进行监管和管理 那系统的这个安全保护等级测评的更高就说明这个网站越安全吗 是的 一般来说四级和五级通常是医院、部队、银行等特殊行业的系统需要达到的安全保护等级 所以三级就是除了像描述的特殊行业以外 一般行业中能够达到的最高的安全等级的 嗯 明白了 那么现在IT正在做的爱多美商城2.0项目 在网络安全方面又是做了哪些措施呢 嗯 爱多美商城2.0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2019年5月发布的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这一国家标准在安全防护体系、建设、风险评估和管理项 将更全面爱多美商城2.0结合安利云平台的优势 从物理环境、通信网络、运计算等各方面提供专业防护与技术的指导 嗯 那么除了爱多美商城的网络系统安全 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又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 未来商城2.0展开起在数据库前面的成绩功能 一旦有了信息的修改 则需要相关人员进行RT确认才可以通过 这就是确保了信息不会收到会科和非法程序的创改 其次 对数据库中个人信息进行占密保护 除非本人 任何人 包括后台的IT人员都无权值得 最后 通过信息透明技术展会会员的账号 相方账号码等敏感信息的透明展示 系统会自动发现敏感信息的并过离掉部分这段进行展示的 你这也太IT了 太灰色了 是不是说这个数据库系统将更加的智能 对这种非法的访问和可疑行为和敏感信息会自动化处理的意思呀 是的 可以这样理解的 那是不是说任何第三方都会不可能从爱多美的商城上获取个人的信息呢 是的 爱多美和爱丽云合作 使用运安全中心来保护数据的安全 安全中心是指一个实施识别分析预境安全威胁的同一安全管理的系统 通过放啰嗦 放病毒 放传盖 镜像安全扫描 核规监查等安全能力 实现威胁的检测 相应苏院的自动化安全运营的闭缓 保护云上数据和本地服务器并满足健康合规的要求 我还要补充一点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爱多美还通过数据楼灭的策略 实现了数据的实施恢复和还原 使用量第三中心的楼灭策略 实现定时备份和异地备份的LG备份机制 这又怎么理解呢 你能不能把平时IT说的话翻译成日常的语言 说人话 那我可以这样说吧 比如说出现地震 海啸等所有的数据都丢失了 我们的还有另外的地方有数据备份的意思 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的 就是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爱多美商城2.0将会在什么时间上线呢 预计今年年底 我们常开玩笑的说 爱多美商城2.0项目是用IT部门的同事的头发铺成的 看看俊头发还在 还好还好 不仅如此呢 爱多美在物流方面同样做到了个人信息的保护 首先在仓储环节 物流系统的前台只显示订单号及对应的商品名细 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不显示收件人的账号 身份证号 手机号等个人信息 其次在配送环节 快递单上的收件人的手机号码中的四位是用信号进行了代替 同时商品的名细和商品的价值也不会在快递单上进行体现 前面我们介绍了爱多美是如何维护网络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 我们的经销商在平时推广活动中又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呢 下面就借此机会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不要不经顾客的同意 使用顾客的个人信息 第二脱下保管载有顾客个人信息的文件或记录 第三请建议顾客去爱多美的官方商城上购买产品 不要贪便宜去其他的网站 前面说了爱多美商城是对网络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有充分的保障的 为了保障个人信息不被盗用不被泄露 请务必在爱多美的商城上进行购买 第四小心找网站 现在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使用和爱多美非常相似的域名 页面的样式也可能会跟爱多美官方网站十分相似 公司一方面打击这些欣赏者 一方面提醒给大家 请认识爱多美的官方域名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中规的网站在页面下方都会展示网站的备样号 将书表放在上面会发现可以点击的 点击后就会调整至公安部门的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的页面 这个页面可以查询网站的备样信息了 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 保护个人信息不仅仅是公司要做的 也是我们自己作为个人需要留意的 妥善保管个人的身份证号 银行密码及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不要随意的将自己的手机号身份证交给他人 不要随意的将手机上收到的验证码泄露给他人 在公共场所输入个人信息时 请注意身边无人偷窥 输入的时候请注意遮挡等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